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艺文这个主题 这个修身养性一下 不说好开大家觉得对艺文的这些沉闷的印象好了 今天要邀请到的这个单位 他们有非常多的创举 五十年历史 一定有太多的丰功伟业了 对比方儿童文学奖 比方这个书评书目 对比方还有定一座的视听图书馆的创立 还有呢他们也赞助非常多的这个创作者 好那今天这个单位呢 我们要邀请到的是 洪健全基金会的这个创办人 前董事长 我们的这个简老师 简金慧简老师 还有现任副董事长 暨执行长张淑珍女士 欢迎 欢迎两位 大家好 简老师 这个五十年的基金会半个世纪了 我们要聊聊 这个基金会到底是怎么成立的呢 我们在五十年前的时候 台湾文化的事业还没有开始 很多人做 那大部分的基金会都是在做救济 慈善的事业 那洪健全先生呢 因为在事业有成的时候 我刚从美国回来 那我就学 我是学教育的 所以我就建议说 我们基金会可以做一些别人没有做过的事 那洪老先生的家族都非常支持 那所以也就我就开始把我自己的心力投入进去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创办书评书目杂志 那那个时候是因为我自己在美国觉得 曾经在美国的时候觉得台湾的出版业都没有被外面的美国各地知道 所以我觉得很可惜那时候留学生很多嘛 所以我的家族洪宣全先生他们也就支持 然后也从企业里面播出蛮多的经费 每一年都有固定的经费 让我来让我们来来来来来 来运作对 然后后来又因为这个家族有经营这个电器事业 然后他们在做这种军中捐赠的时候 有的录影机电视机这样 那我说那我们也可以做一些给台湾的这些孩子们 或者是音乐的人来听嘛 所以就从书评书目内我们又转到视听图书馆 那也是没有人做过的 视听图书馆现在大学都很红耶 是哦 对我们那时候有很多国外的资料 然后也有很多原版的唱片 然后从家族出来的 大家就因为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分享给大家 所以还蛮轰动的 刚刚有提到还赞助出版第一张名歌唱片 是啊 那怎么靠入出版 那个就是因为我那时候的一个 罗曼菲斯丹时候跟杨玄同学嘛 所以他就说我们来听听 这个台湾创作的名歌歌曲 大家那时候都听西洋歌曲 是 我们那个年代 所以我就去听了之后觉得就用余光中的诗 然后做成编程曲他自己创作的 虽然旁边的编曲是不够好 可是整个的意涵是非常的清新 余光中先生也很喜欢 所以我们演唱会完了之后就帮他做唱片 那杨玄也非常的投入去创作这个 然后也带动了大家来听民歌 听台湾的歌曲 也带动了很多作曲家来投入 好这个影响创作者这个部分 我们有一支记录短片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支上半部的部分 到底影响了哪些人呢 我是很幸运就悄悄在20岁的时候 接触到黄建宁机器会 然后一路 黄建宁机器会其实他在 每一个时期他都做不同的事 那每一个时期做的事 都跟台湾的社会发展 其实是有一个密切相合的一个逻辑 在书评书目写文章 这是我生平的第一个专栏 其实书评书目最大的特色在它的包容性 它的包容性它真的非常非常宽广 所以它最容易最快地反映出那个时代 那个时代在关心什么 那个时代在要动的什么 书评书目很快就会有文章 如果书评书目当时没有停滩的话 它就是我们的纽约书品杂志 下个礼拜一位朋友告诉我说 他年轻的时候 他在黄建宁的音乐图书馆 第一次戴上耳机 听到那么大的声音 那么美好的声音 那个世界因此开朗 所以他每次去都会待到最后一分钟 然后每次回家的时候 像在做梦一样 那个朋友叫做李安 记得很清楚看卡拉扬那个柏林爱乐 贝多芬 哇 你才知道说 哦原来音乐是长这个样子 就是说哦原来 美好的事物可以这么有力量 他给你的震撼就是说 哦世界有这么大 你是没看过的 那红建宁等于帮我 我相信帮助很多人开一个窗 台湾的民歌运动这个事 那时候都主要以学生为主 我年轻人 他们自己要用音乐来 来诉说自己的 这样子的民谣集出出来 那个时候红建宁做这个工作 虽然他只是做了很短暂的时间 但是那就是开启了 这整个社会的这个企业 好多大咖 很多大咖之外那些画面是不是有点怀疚 对 Lucy这么年轻 你一定很惊讶 为什么那时候年轻人或上班族 要坐在一起看一台电视机呢 不会啊 你会想说那个年代怎么没有网路呢 每个人前面都应该有个超大的荧幕 可是在以前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 而且你不仅是在我们那里 还有很多人围在家里头 窗口就看那个 看别人的电视 天哪 红影半这样 好我们要赶快把时光拉到现在好了 我们已经有这个 已经有第二代接班了是不是 是啊 简老师要介绍一下这一位 我介绍我的这个新的执行长 然后董事长是我希望我的儿子来接 重点就是他可以继续的贡献他的财力 然后他贡献他的智慧 那我是觉得 我为了让他们来接我这个位置 去做这些推动这些事情 花了蛮多的时间 因为他自己觉得他的事业已经很忙 然后要再来做这个基金会这样的事情 他就觉得有点太多的负担 但是呢我是觉得说 那你就从你自己喜欢的创意的一些艺术开始 那这个部分刚好也是可以符合他 他喜欢艺术的这个心情 所以就就开始做 那这个部分你自己讲吧 所以林亚那是你非常欣然接受这个任务的吗 你也七年了嘛对不对 已经七年了 当初当然也谈了好几年 对 但才 哦 才愿意的 才记得 因为其实毕竟是很忙 那时候我身体就算是刚起来 所以我也不确定我能不能有这种心力 是 了解 然后就从开始参与的时候就进入了我最喜欢的当代艺术 是 这个建筑的工作其实是很花心思很多沟通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complex的东西 是 那我就想说基金会如果参与 那不然我们来赞助一下当代艺术 因为对我来讲就是一个escape 我会觉得这反而是一种逃离 是 然后一种就是可以让我重新refresh我自己的创意 那就这样进入 其实从刚刚开始我们也不是很确定我们做什么 有点像是一路走一路调整 摸着石头过河 摸着石头过河 其实我也蛮了解 其实要做一个新的作品它的门槛非常高 它里面有种种的困难 所以我们其实就很希望能够借着基金会的力量来赞助一些年轻人 是 是 我们也有这个Grace的创作 本人的创作 这位建筑师的创作 对 建筑师澎湖 还有我们的中基地景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也请Grace帮我们介绍一下 对 二要讲一下 哦 好 那澎湖湖其实是我一个业主 他是澎湖人 在台湾生意有成以后 就回家想盖一个房子给爸妈住 所以他是一个三代同堂的住宅 那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我是很希望能够给业主 有一种主措的力量的一栋建筑 所以就跑到澎湖去 那当然去到澎湖一定要去看他那些 古措春落的那种 是 那种character还有那个设计 因为毕竟那个是在澎湖来讲 是一个最特别的东西 所以我们的设计就用了那个 有点像古措春落在树梢上面 这样的一个意象 然后就把它设计出来 那它里面是中间那个空间 所以我用了这个三个不一样的屋顶的造型 所以从远看 它就会像是一个春落这样的叠起来的感觉 有像 所以上是两层楼吗 其实两层楼 那下面其实我是垫高把它做成像 就是他们小孩子全部回来的时候 一个大通铺玩耍的空间 那反而是大人的空间 比较正式的空间是在上面 那这样子垫起来以后 他们也会看到海景 对 然后整个屋顶的造型 其实他们是可以往上面走 其实都可以 整个房子都是用食材包起来 所以其实那个屋顶是可以走上去的 就是就像 像一个整个地址 对对对 没错 对对对 而且还听说也是同样的一个业主 现在也是委托您这边在做一个旅馆 对 这朋友的旅馆 对 所以可能 大家可能还要再等个三四年 就等那个国民旅游 可以更登杠的时候 开放了 开放了 是是是 但创作其实是很在地性的 那要怎么样推荐我们的 台湾你好的团友们 利用艺文来更认识台湾这块土地呢 对 台湾的这个 因为我们基本上基金会也希望将来 有机会有比较大的空间 来做一些跟着时代能够接轨的一些艺文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在目前的基金会 是有一个空间在给我们做密计划 他们这个Grace在推动的一些密计划 寻觅的密 寻觅的密 那我当初我们从的那个 书屏书木四经读书馆之后 然后转型曾经有一度 我们做一个文化跟经济 结合的一个计划 那是跟我先生在的时候 后来他离开来之后呢 我们这个计划搁置 然后我们就发展敏龙讲堂 那敏龙讲堂是有一个空间 但是它是做比较静态的演讲 但是在从敏龙讲堂 这个是Grace设计的一个空间 那原来我们是用八字设计的 我们整个空间的改变是它设计的 然后就有留一道 它就从那个闽龙讲堂的八角窗 我们那是一个书院型的 就叫老老的 老老的 书院型的一个空间 可以让大家在那边听课 那是二十多年前 二十多年前 你生了没 你出生了没 生了没 是因为我们觉得台湾 那个时候的人文 非常的劝缺 1980几年 1990年左右 92年之后 台湾刚好是经济起飞 可是整个低沉 所以我们在二十多年前 成立闽龙讲堂 开始文史哲义的课程 文史哲义的课程 然后但是从那个讲堂设计 这古乡的延伸就是密计划 就是Grace他在主持的 刚刚他讲的 这个密计划是找不同领域的创作者吗 其实大部分目前我们做的 都是当代艺术家 那其实我们是很希望 未来连这个可能名号都drop掉 就是真的是不同领域创作 这样的 对 那其实我们的 我们有三四个主要的计划 那我们赞助都是 算是不同等 不同level的艺术家 那有一些是比如说是刚起步 可能还是学生 我们也有赞助那种 已经在国外有一点名声的 那中间那一层 我们也有赞助 比如说他的work 刚刚开始有 开始有个思路出现 这样 因为其实我们想做的就是说 我不收集展览名称或档系 但是我希望能够赞助一个 Ecosystem的创作者 对 因为你有资深 你也有年轻的 其实都会需要用不同的方式 去培养 这是这则环境的一个生态 生态要健全 所以我们基金的发展 你看原来是杂志名称管 然后空间 到了Grace这个时代的话 它就完全是以 人 本质 人才能够 人 然后艺术的本质 或者是什么一个概念 去呈现的一个计划 因为这些口纖教育 或是文化创作的人 他们都需要被鼓励的 那刚刚讲到了这一系列的计划 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支影片 可能大家会更了解一点 我们到底在讲什么 而且可以看到那古色古香的讲堂吗 可以可以 我们看一下 我刚进来 没有讲到的时候 我叹为观止 就是怎么在台北 有一个这么的 温文儒雅的一个 像书院一样的东西 第一个呢 他坚持 而且第二个呢 他成功的坚持 所谓成功是 他可以一直不断的吸引 有人在这里 他可以得到这种人文的滋养 其实它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 所以这对我来讲是 呃 民众讲堂最大的成就 也是它最大的特色 所有的形式事情 随着时代都不一样的 你要让人家可以认同你呢 又可以改变它 那我们要更加一层的去 研发一些东西出来 你有一个视线 你有一个使命感 你做一件事情 那个视线在那里 其实我们要赞助的是 真正在创作的人 然后怎么去培育他们 支持他们 让他的作品可以成长 未来其实我们会更想把这一个idea 带到一个更大的范围 甚至说把这些创意想象成是一个 没有边界的idea 可以伸透到社会里面 然后可以影响到我们的下一代 我回头看洪俊庆集团会 每一件事都是在当时都是没有潜力 所以就是因为他没有潜力 他才对社会有那么大的启发 就是因为有这个 所以后面才能开发结果 有很多人可以跟上来 可以做很多事 50年真的不简单 对 好 但我们刚刚团友有提问到 因为疫情的关系 蛮多的活动都是停摆的 那这个部分对于创作者 基金会这边有什么样的协助或管道吗 我们刚开始疫情进行当中 我们就开始做一些准备 那Grace已经跟我们董事长 这个洪一群他们 就把我们的设备 我们的场所都做一些提升 所以我们在这个疫情期间 有些课程我们就直接就 有线上跟线下同时做 那如果线下不行的话 我们就直直播 结果发现他整个达到的那个 范围 更远 从加拿大 从欧洲也都 我们都可以听到了 所以有好几千个 好几个观众 是哪一个频道呢 都有 我们有送到YouTube上去 我们的课程就会放到 我们自己的YouTube频道 我们红建群基金会的闽农讲堂 闽农讲堂 闽农讲堂 现在有一个样文学 我觉得他很就是内容很丰富 对 这个样文学也是 我们Grace开始 这个接这个执行长之前 我们就已经在谈 那他也是一直觉得 我们的东西都 上课的人就是七八十个人 然后年纪都比较大了 比较大了不是不好 因为我自己觉得 但是我们也希望年轻一点的人 也有这个文化的一个 一个训练 所以Grace跟我们现在在主持的 这个虚文卫跟曾文轩 他们两个人就提了一个案 然后我们就通过了 所以我们大概从七八月就开始拍拍摄 然后刚好就在我们 五十周年庆的十一月一号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播出第一集 那全部都是找现在正在 学科上非常红的 国文的教授 因为我们觉得人文的东西 要从文学的素养开始 所以我们开始找了他们来主持 都是台湾非常棒的 而且这个频道我蛮喜欢的 是因为以前可能上课不认真 有一些西洋文学 或是古典诗词 是现代文学赶快来补课一下 可是现象虽然发展得很好 但是简老师本人也嫌不下来 对不对 你也还在带人家读书 这个读书会是一些 一些人的一个年纪大了之后的一种 寄托 交友 还有读书 你不要看 我们这些读书会的老人们 我们最近在看唐凤的书 就是那个他 我知道有一个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小组在谈 在读元宇宙 到底是什么 对 但是虽然不一定会进去那个 但是有一些 但是还有一些人 我们不要读书 我们只要聚在一起聊聊天就好了 然后谈谈老话怎么办 因为想法是要交流的 对啊对啊 他们就过得很快了 所以我将来 Grace跟我设计的一个 我退休了 简老师 客厅 不是书房 是客厅 会客室 会客室 不用读书 也可以来聊聊天 聊聊相发 当然个 欢迎来喝茶 这里面大概有一些其他的 像是问问题计划 认养计划等等的 是不是金兰可以说明一下 好 像我刚才讲到 就是说我们赞助不同 level的艺术家 那像那个问问题计划 其实我们年度的算是一个 flagship project 那我这个project是 我找台湾的当代艺术家 就是有点 开始看到他的work 有一点形状出来 有一种想法 那我其实会commission 他们做一个新的品牌 像这个 像这个 对 这个project是去年 其实是 很有趣 流于艺术家 那他做这个 他是为了study 就是说整个我们对 整个历史的解读的认知 所以他找了很多 就是大概全世界 好像400个文化里面 都有大洪水这个传说 然后不同的语言 然后这么多 所以那是不是这个东西 真的是发生过 还是它是我们塑造出来的 他就用了这样 我们怎么去解读这个 做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重新诠释大洪水这个传说 然后他用的那个媒体是 是实体投影 就是他有雕塑 他有那个投影 然后他所有的graphics都是原创 然后他也还有声音的原创 所以是一个相当 相当 很不特别的一个品牌 那他这个出来以后就 就入围了台新艺术奖 对对 就上一届 那他很可惜没有 听说 评审很挣扎 挣扎许久 所以其实我也蛮骄傲 就是能够参与 协助这个艺术家 达到这样的一个level 对 所以并没有 机会并没有own他们 你只有培养 对 因为我也觉得如果 比如说我commission 这个piece 如果我要拥有 我还要找很大的空间 来一直放这些东西 那与其这样我们就跟 艺术家有一个agreement 就是只要他到国外去展演 或怎样 他只要把我们的名字 放上去就可以了 对 这样我觉得我们的influence 还travel的更远 就不是限制的 想要真的来欣赏一个创作的话 其实在今年也有一档 对不对 就是我们这边已经摆上了DM了 给大家看一下 对对对 对 那这个计划其实也是因为 对对对 那简老师他为了纪念父亲 所以就每年捐了100万 就是协助 赞助一个艺术家 那从三年前我们转到当代艺术 那三年以前的前三届是文学家 所以那这一次 林佩颖已经是第三届的当代艺术家 那他这个转特别有意思就是说 因为在我们现在的疫情的状况 他原则上是探讨了 what does it mean 我们活在这样的 所以他用了很跨领域 然后很跨多国 就是荷兰台湾 然后我们也结合了生物科技 像训练科技提供了一些技术 让他用很多不同的角度 在解说的过程我们来搭配一下他的画面好了 给大家看应该会更有那个感觉 对对 再玩了吧 嗯 再玩了吧 好每周二到每周日 如果说我们的团友们对 刚刚讲的这个概念 或者是你现在看到的画面是有兴趣的 这是叫第三届童中艺术 对 因为原来的那个奖都 原来的工作是洪俊权基金会 这是我为我的父亲 所以这是我个人拿出一点钱 然后就交给张俗生去执行 他去帮我挑帮我们做一些评审的过程 那我们这个比较不一样 就是说我们并没有要以艺术家一个成品 来颁这个奖 所以他不是一个成品的净土 而是我们觉得这艺术家一直以来 比如说这五年十年 他有一种很重要的思想可以沟通 那我们就会找他聊 如果觉得他接下来想做的东西 我们认为对社会是有意义的 那我们真的就是把一百万给他 所以在完全就是他去发展 就是说在这一年里面 他发展出来的东西 那就是等于我们站住 所以没有peace的限制 没有说多少件 没有说形式 完全没有形态 全都是open 因为有的单价高 有的单价低 所以我们其实根本不谈这个 只是说但是过程 其实我会一直跟他们讨论 希望他能够借着这个资源 能够把自己的work 还更上一层楼 这样就变成是一个 win-win situation 当然 就是创投的话 就是刚有概念 我们就辅助他嘛 那文化上有概念 我们也辅助他 其实通常这种有概念的 其实都没有所谓市场 其实真的还蛮难有人 真的去上去给你这个信任 可是他未来你就不知道了 而且没有太多的宣传 真的是幸好今天有我们的直播节目 那个展览或许多 还是有很多他们关心的人去看 对对 我们开幕的时候有很多 对年轻人啊什么一些的 说这七年来我们做的这些当代艺术的赞助 我想已经开始有建立一些口碑 是 有一些人在关注 可是这里面杰老师会不会有一些 你看不懂的 或者你这个人有一点觉得说他在干嘛 我去了两次 后来你们开幕玩 我又再去 我带我的朋友去 然后我就说你来来来 再帮我讲一次 在现场有解说是吗 有解说 但是我还找那个创作者来跟我再讲一次 可是今天老师心胸很宽阔 其实是不是做文化艺术的摇篮 一定要这么宽阔 最好是这样 我都50年来 你如果只是独孤一味的话 是没有意思的 无聊 而且也不能只有为我自己 我自己在工作中 我自己花了钱我开始学习 然后我在学习的当中是很有创意的 就很有趣 所以我刚刚跟他讲 我在学那个什么新的AI科技 观念 对 我现在就是跟我的孙女也是用这个来 看他要不要带陪我玩 因为怕大家会觉得 这些创作是太抽象的 我不懂 而我没有兴趣 我就不会想去欣赏 是啊 大部分是不懂 但是 对 不过其实我们也很要求 艺术家这个概念的沟通 就是说 我们其实不要长篇大论 因为那种论述其实只是一个算是一评写的论述 而且有时是为了申请补助而学 对 所以其实我们真的会很努力的真的去make sure 这个艺术家他那个创作的精神的意义 一定要抓住 就是说那怎么样可以比如说用5秒钟一句话 跟人家沟通这个意义的重要性 那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林佩颖她有个piece跟训练科技合作 我觉得很有意思 那个piece叫祖谱 她就把她的DNA去验血 就是训练提供她这个技术 验出来以后 她发现她的血里面 她的DNA里面都是一些virus 她自己没有的virus 就是说 它其实会变成化石在我们的基因里面 这么多年来 你的祖先全部累积在一起 所以她就做了这个piece叫祖谱 我就说从用一个新的角度 把自己的family portrait 变成是跟微生物是合在一起 那我觉得这个就超有意思的 是是是 因为我们没有想象过 我们一直都以为 我们人最大 你没有想象过你其实充满了 才有很多寄居在你身上的东西 如果没有这个创作 他也不会去做这个剪刀 对对对对 对 真的很有意思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win-win 因为他本来就是在做 期待血啊什么这一类的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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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实他们也很 蛮期待地 就是可以参与这样的project 反而会让他们做的科学 更有一个文学的 就文化的意义在里面 具实上 你们两个在做这个工作 是不是就很容易听到 非常多有趣的天馬型功德 是啊 是啊 而且我 我是 我喜歡文學 喜歡這個原來 可是因為這些東西呢 我也開始去接觸 然後就多懂一點 然後多問一點 所以開始 我覺得蠻有趣 好 那除了我們今天 有提到這個2月28以前 可以欣賞了這個 護生的展覽之外呢 其實3月8號 還要特地發行一張黑膠唱片 老東西出土 老東西出土 這個我們的檢老師就真的知道了 沒有 我知道 知道是因為其實我也是 之前也沒聽過承達 可是因為許常會帶他來之後呢 說很辛苦耶 那我洪建源先生就說 那我們怎麼樣幫助他 所以我們就給他一點生活費 也幫他出了這張唱片 承達和他的歌 他說這個聲音 你聽了之後 你絕對會覺得 怎麼有那樣的聲音 就是即使上至我的公公 在世的時候 然後嚇到他們這個年代的年輕人 聽了都有 都喜歡這個聲音 所以我是覺得這種 民間傳承的一些歌唱 它是歷久彌新的 那這次重新 有經過一些什麼樣的處理嗎 我們是重新出版 其實我今天 剛剛好就去聽了Test 因為我們已經壓出一版 因為我們3月18號就要發 那這個是送到 因為我們手上是有一張 就是47年前出版的唱片 已經這麼老 黑膠嘛 黑膠 然後就把它送到德國去 所以他們已經做了一個 那個算是母片這樣的 所以已經壓出第一版 那我覺得其實真的很興奮 那我們這個project 其實多方面的專業都協助 我們像我們是跟Sony Music合作 對 然後所有的 不管是幫我們製作這個黑膠的 其實大家都非常的投入 然後我今天去聽 其實我很期待 我相信大家應該會覺得 沒有聽過陳達這樣的一個聲音 然後重新製作 所以不是CD 不是CD 還是黑膠 對 一定要黑膠 一定要黑膠 才有那個聲音的靈魂 了解 聲音的靈魂聽到沒 我懂啊 因為那個Digital的 跟那個Analog還是不一樣的 這個要求無法達到 沒有問說能不能播一段 現在對不起沒有 他們還沒有出啦 3月18號 而且也沒有數位檔 所以我們沒辦法播出 我今天有拍一個大概10秒鐘的 什麼 一個小video 就是視聽的過程 可以分享給你們 好 那是我們的福利 等一下 我們待會可以自己聽一下 最後要介紹一下這邊陳列的 對 這是我寫的我們的歷史 職災一座文化森林 簡潔慧女士寫的 我寫的整個從開始怎麼樣的經過 然後家族的問題 非常有意思的 然後這個是Grace 她自己在重新 以他們年輕人的角度 重新來看這一段歷史 宏觀時代 宏觀時代 對 因為其實 因為我其實不是台灣人 我是嫁過來的台灣媳婦 那我也覺得 其實我們基金會做的很多事情 是很有意義 那當然要跟年輕人溝通 我覺得大家現在的習慣 都不會是說 想讀一本 一個字 一個字 有啦 有啦 所以我們就是 對 所以我們就是 用這本書的方法就是 Picture Book 就真的是 把我們一直以來 手邊的珍貴的照片 重新把這個故事 再評算一次 對 然後也把它做成就是 中英文的 也可以讓更多人 可以了解到 我們以前做的事情 是如何推廣 那今天還是要國際化了 對 是啊 你要飛向國際 你過個三年五年 再來訪問 對 然後再問他說 有沒有什麼 計畫什麼這樣子的 那如果這些計畫 或者是展覽 如果我們的團友們有興趣 是可以怎麼樣搜尋呢 就平常可以怎麼樣接觸 洪健全基金會 其實臉書 都可以找得到我們 對 我們也有官網 所以只要設置洪健全基金會 或 HOME FOUNDATION 都找得到我們 我發現字真的很少 其實不少已經很多字了 就圖鑑是為主啦 當然就是一個圖 其實它是我常常覺得 圖 It's worth a thousand words 是 是很珍貴的 這個大家最喜歡 那想要再讀多一點的話 我這個書裡面就 對 多多多多 對 而且要恭喜 謝謝你 去年 80 超過 不不不 我說得獎 我還以為得獎 我還以為你恭喜我 文協百年的文協獎 那有90個人得獎 所以 你看我們另外三個人都沒有得 只有您得 那你還不夠80歲 所以還是很了不起 謝謝 我也很高興 以前是要 他們文化部什麼的給獎 我說我不給 我是在給人家獎的人 但是我覺得去年特別 所以我也很高興 文協獎 文協本來跟台灣的發展也很有 它是以文化為主的一個協會 所以我就欣然接受 很榮幸 OK 今天真的非常謝謝 我們今天基金會的兩位來到我們現場 跟我們講了非常多的這個 幫助創作者 或是展覽的相關訊息 未來有任何的訊息 歡迎分享給我們 好 也歡迎再來我們的基金當教 歡迎大家來基金會參觀 好 謝謝大家 謝謝